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科》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中国在基建实力方面,一直都是名列世界的,尤其是在桥梁建筑方面,这建筑能力自然是好的没话说,但是在建筑拆卸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。 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,我国为了拆卸一座大桥,动用了200个挖掘机,在一夜之间全搞定了。 对此,这件事情还震惊了中外媒体,纷纷表示,这就是中国的速度和实力。 其实这座大桥长67.5米,宽18米,别看这座桥没多大,但是它的重量可是高达3050吨的。 就这重量的桥,拆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,为此要动用大型机械。 这座桥就是南城的一座立胶桥,拆桥场面可是比那些特效店一看着还要震撼。 其实,为了保证交通的顺畅,政府规定在短时间内必须完成拆除任务。 最后整个桥在200个挖掘机的施工下,用了8个小时一夜的时间就完成了。 这不仅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,就连外媒都在争先报道中国这件事情。 映成中国效率太高,甚至有国外网友还拿中国工程跟国外相比。 同样的工作量,中国8个小时就能完成,而国外则需要8个月,这就是老外与中国的差距。 总之,再一次刷新老,老外们对中国的认知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